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商汽车零件厂 董事长林启斌在天安门事件后 带着一家背心到中国东北打拼 如今年营收已突破200亿 但身家数十亿的林董 只希望唯一的儿子赶快结婚 至少生三个孙子急着开条件征婚 条件讲不完啊 你不可能一直讲 那这种都是看感觉 因为你只要条件列出来 不一定找得到这样的人 觉得这样的人站在你面前 他不一定是你要的 这个很尴尬 林尚伟身为200亿公司小开 具有教师资格 曾经教过书 对小孩相当有耐性 希望他们这样 大家一家儿都拥有这样 他们都早点成家立业 林董说儿子条件这么好 却还没有对象 实在担心 看感觉啦 真的不 记者建议可以物色公司优秀女员工 结果马上被妹妹鼓一枪 现在公司员工有多少了 你还是不好处理 所以林太跟 但她是专业了 她不会随便专业 因为国家外机很好 哦 员工也不行 那真的要好好征婚 动新闻综合报导